4月23日,国产航母并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进行海事,而是在早上10点左右,被三艘托船脱离岸边,海军舰员没有出现,主机并未点火, 但是这艘航母还是有些动作,那就是进行倾斜和空船试验,无论军用,民用舰船在首次出海前,都要经过空船试验,而倾斜试验是军舰试航前必须要做的试验,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倾斜试验,找出全船的重心位置,测试出出稳性,这对于军舰来说极其重要,甲板上有很多吊车,通过调整这些吊车在甲板上位置, 可以完成倾斜试验,做倾斜试验时,必须解开所有的寄流蓝绳,让船只在自由漂泊状态,这就给人造成了国产航母即将进行首次海事的假象,专家称,空船和倾斜试验会很快完成,完成之后就可以由加油船对其进行加油,待命舰员上舰,海军护航舰船到位,就可以进行首次试航了, 这次参加试航的舰员很有可能就是辽宁号的备用舰员,辽宁号从衣服一开始就有两套舰员,包括舰载机飞行员002与辽宁号相差不大,所以辽宁舰的后备舰员,可以直接转为国产第一艘航母的舰员,这样的人员储备计划,对国产航母快速形成战斗的意义非凡, 目前这艘国产航母仍在进行后续的工作,可以看到工人正在对航母的一些设备刷漆和检查,国产航母的服役,将会使人民海军能够组建双航母战斗群,这艘航母不仅是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航空母舰,也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座封碑,它标志着中国结束了,不能建造航空母舰